最近老师有什么,有什么书,有什么书,这样子打,在这么远,这样钓鱼呢? 钓鱼的这种泥,钓鱼这种很多,能不能钓?能? 但是用在什么时候这是关键 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 我放了一个网 放过去再放过去 然后他这里钓了个鱼 就经常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放了这么远 比如说你放远 你放远 我再钓个鱼 作为他的话 他上来搓进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这个钓鱼用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 比如说他是钓过来 那我这里稍微地面挡高一点 这个杀球杀的他比较远 那么稍微挡高一点 他逃不上来的情况下 我究竟他只能在这种地方 然后他跑到来 你再跟上来 我再跟 这个钓鱼是有用的 不要我什么球都不要赢 人家站在这里我也不要赢 他上来就得脱了这么 你们做的都白练了吗 他做的一脱你就脱进了 然后你准备怎么办 你下一车准备怎么打 对不对 一般 我们我不多说什么 一般是一般什么情况下 就是说 我如果脱不了的球 我在这种地方脱不了的球 我就放我放远一点 放远一点 为什么 我脱不了球 我放近了 人家上来就脱进 我脱不了的球 我让他飞 让他放远 我希望他放近一点 我再脱 不要老师给人家机会脱近 软的球 你放我放近一点 放近一点 然后我这种球脱是对付的 你们现在这种时候在用当中很多很多 给人家机会脱 给人家机会脱 人家在这边放我来你来 比如说放我 我我放这么 比如说放的远啊 你脱上远一点 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我先放啊 我先放放了这么远 然后你说近 我这趴在这里跟上一个脱 你们现在不是碰到的这种小朋友啊 他们跑不到位啊 你们碰到的 你们这些都碰到的 都是有拖球啊 然后另一边啊 跑动都是快的人啊 不要老是把以前的那些打法 我就要死了 就在那边我也可能叫死他的 不现实了现在 所以球的运用 运用在什么时候打 就跟我们说的杀球 能不能杀的 能杀 但是你什么时候杀 才是有效的 啊 就包括这种放啊 能不能放 能放 在什么时候放 啊 然后你最好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放远一点 我没劲力过 我也不给你脱 啊 啊 他脱不了 足够推球 那只要再放进 啊 放进我再脱进 啊 不要老是想到我脱不了 我硬脱进 那就给人家机会 啊 自己推一动 我还有再说的就是 看断 啊 跑动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我能不能脱 啊 啊 我认为这个地方我就不戳了 戳不起来的 十个球里面有八个 戳不起来的 那我说戳他干嘛 这个地方能不能戳 可以 十个球里面有八个能戳起来 那就戳 啊 这种地方能不能戳的 能戳十个球里面八个 戳不过去的 或者戳不断的 戳他干嘛 啊 很多东西讲的百分 戳不断 戳不断 你脱不起来 你你脱不起来 戳这个球会很近 会不会人家的机会 90% 会给人家的机会 啊 所以我刚才在跟你们说 你们在练往前2点打4点的时候 啊 什么球该拖 什么球该追 啊 瞬间你要去做个判断 练球熟练 手练 瞬间我能判断 什麽最合理 什麽選擇是最對的 啊你站在那邊我錯一個球會不會錯會錯 我跑動起來一個球會不會錯會錯 但是我連起來 我這個球該不該選擇是非搓球還是非球 這就是腦子的 啊不是我會打就行 對不對 你們得跟你們練個搓球 我跟弟生你們搓了好不好 好吧 但跑起來這個球在這個位置上 你們怎麽選擇 但是你怎麽選擇你說放我現在是放我 媽媽你在練的時候才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有一種東西就是你在練的時候你就要去 去學會去選擇不要練的時候隨便亂打 你這練的時候你選擇是非的 比賽的時候你的選擇肯定是非的 好不好休息一下喝不醉 下一個 哎呦不是哦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